中環樂壇多年的周啟生 未來11月將會舉行兩場演唱會 為了以最佳狀態示人 周啟生亦都有鍛鍊體力 經常跑步 不過說到養聲 他就有自己的一套 其實深方有沒有說自己 都有一些養聲的秘訣 沒有 這件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這麼辣吃這麼辣 那就可以了嗎 還有一二三一定要叫 為什麼呢 就是開聲 不是你平時一定要叫的 是… 我平時是… 例如要… 如果要操練兩個半小時的演唱會 我應該是練六個或七個小時的 是嗎 我會叫到爆為止 是… 到時你用兩個多小時 就比較容易控制 很快就到中秋節 周啟生當然要跟家人過 不說不知 原來他挺住家男人的 懂得煮幾道 我可以煮成… 成為桌子十多人的菜 是… 是… 當然我會準備兩三日 是… 是… 不可以像廚師自己做的 我不行 是… 哪一道菜是比較拿手一點的 是… 我有一些牙刷的 是… 我吃過的菜我就會煮 OK 基本上很熟悉 我連東波肉都會煮 是… 好像比較古靈煎怪的菜 例如西餐容易… 其實西餐容易煮 子女呢? 子女試過的手勢應該都… 我女兒七歲好似人九歲那麼高 因為我全部由頭到尾都是我煮 她上學是我朝朝五時半起床 煮好早餐之後放下午餐給她 很豐富 對 又是愛心的 對,很重要 說回演唱會嘉賓名單 周其生說會是重量級 不過要先賣關子 遲些才會公佈 新年快樂